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加奋进的工作态度 做更多的节目 来对很多事情做进一步清晰的分析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的节目反复向大家声明 态度就是事实第一 立场第二 重要的事情再说一遍 事实第一 立场第二 我最反感的 我也最警醒自己的 就是拿自己的政治倾向 拿自己的政治态度去套这个社会现实 如果那样做的话就成了观点第一 事实第二 那不就成了江青领导的文革小组 先定主题先行 然后到地方去找相关的事例 那还能找不着吗 先好少许 说国泰这个事情 你几个观点我想表达 第一 国泰的空姐这个言行 是不是歧视了乘客 是不是辱华 我来回答 是歧视 不是辱华 辱华这个词不能乱用 怎么就辱华了 他就是在一个航空的一段的过程当中 发生了一个不愉快的案例 不够职业 更缺乏尊重 确实侮辱了乘客 辱华这个字不能轻易用 是为什么的 华 粤语也是华 那方方面面的乘客 不同的背景 你要用华来概括整个的群体的话 很难说这是辱华 因为他们止辱了讲普通话的乘客 所以在这里用词还是要准确严谨一些 就是歧视 有些人的观点是什么呢 说人家在那聊天 你透露本身就不合适 所以不能算是歧视 这一点我不能认同 首先他在飞机上 那就是他的工作场合 他休息的时候仍然是一个工作时间内的休息 他处在他的工作场合 而且你自己的声音这么大 丝毫就不顾忌 是否会打扰到后几排的乘客 可以说人家打开手机 手机就录到了你说话的声音 他并没有把手机塞到你裤裆里去录 他也没有把手机塞到你座位底下去录 人家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就录到了你说话的声音 这不叫透露 另外还有人说 航空公司的规定是 你如果未经允许录音录像了 航空公司有权要求你删除 是不是有这样的规定 我没有看到白纸黑字的这种相关的描述 即使是有 那国泰航空你怎么没有要求对方删除 是不是 你怎么不要求相关方面不准放这个录音 你也没有 当事方国泰航空自己没有提出这样的理由 我们这些外围的 这个看热闹的 评论的 看热闹不嫌事大的 就不要拿这种理由 再来说三道四了 同时我们还看到有些人讲什么理由呢 说 这个事情 谈不上这个其实 他没有亲自跑到乘客面前冲他说 只是在自己的区域私下的聊天 那你这个我就更不能投入 同样的理由 他本身就是在工作场合 不管他说这话被谁听到 都是 歧视的一种 另外 国泰航空这三个空姐的态度 不光是对讲普通话乘客的歧视 还有一点是什么 那就是视力 视力 为什么呢 你看受伤害的乘客 是普通的 普通舱的乘客 一个要毛毯 把毛毯说成了carpet 还有一个老人 老人的这段事情 被很多媒体人 特别是很多比较知名的媒体 刻意的去遗漏 这个老人带着孩子去上厕所 当然他不应该起身上厕所 因为飞机还在航行过程当中 并没有进入 应该乘客可以起身的那个时候 但是空中喊话 喊的是英文 老人没听懂接着走 又用粤语喊了一遍 老人还是没听懂 又往前走 最后这些服务员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他们这些人怎么就听不懂人话呢 这一段和当年在香港引起轩然大过来的小孩撒尿一样 深刻的体现出 国泰航空的个别乘务人员 不但歧视讲普通话的乘客 他还歧视普通舱的乘客 说白了 我们就把这两个事情都放到土董舱 会是同样的结果吗 土董舱的一个乘客 想要一个毯子 他就用普通话要的 你敢跟他 故意不讲中文 你非要讲英文吗 你敢讽刺他是 不会说blanket 就不应该得到blanket吗 如果他起身上厕所 你会说他听不懂人话吗 普通舱的乘客 商务舱的乘客 你肯定不敢这么做 无非就是人家是普通的乘客 而且是一个老人 所以在这些点上 还在纠结说国泰航空 到底是不是歧视这个事情 如果你还纠结的话 我真的是觉得 你用自己的政治立场 来套这个现实 这个方向 这个方法 错了 我们每个人都有老人 我们每个人 也可能都会变老 你希望自己的老人 不会讲粤语 也不会讲英文 坐一趟国泰的航空 就因为语言不畅 被他们这么羞辱吗 这个事情 是不是 看不起乘客了 是不是 其实肯定是 而且这一点 国泰自己已经认了 咱们就不需要在这个事情上 再纠结了 另外一点 为什么这个事情 还是久拓不绝 一波三折 我认为和国泰航空的道歉 不太诚恳有关 为什么这么说 表面上比较诚恳 事情出了以后 不到72小时 国泰航空已经发表了 三个声明 仔细看一看 他这三个声明 非常的大陆化 就是什么呢 就是避重就轻 而且就拿小萝卜头 开除了三个空姐的 就算了结了 我认为 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 这么严重 不是一个孤立事件 因为国泰航空 乃至一部分港人 就是瞧不起大陆乘客 瞧不起讲普通话的这个事情 不是个案 他已经是千千万万案例中的一个 更何况 在香港 韩松中 还有战中 那些事件当中 关于国泰航空对 讲普通话的乘客 这个态度 他已经有过几次 轩然大波 酿成了公共事件了 大家还记得 当初这个央视的康辉 在电视上 在那里 一正词言的说 说如果国泰航空 继续装作自己 听不懂中文 坚持说英文 那我就说一句英文 no做 no die 当然我对康辉的这种言行 是深无痛觉 你看央视能帮嘴脸 但是咱们反过来说 当时是不是因为这个问题 已经对你公司的前景 对你公司的声誉 形成了巨大的威胁 肯定是嘛 央视都亲自出面骂你了 是不是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们还让同样性质的事情 发生 你这个国泰航空的管理 是怎么管的 在这次情况下 事不过三 你已经在这种情况下 2019年到现在 又出这么大的事 我认为处理三个空姐 是逼中就轻 应该至少 让一个副总级的 管客户服务的 这种副总裁 开掉的 还给人一种真诚道歉 一个真正重视的感觉 否则的话就跟大陆很多机关单位 很多大公司 出了大问题以后说 哎呦 这都是实义生干的 我们已经把该实义生给辞退了 真正应该负责任的高管 核心管理人员 没有人动 那你香港 国泰航空处理这个事情 不是跟大陆学的吗 你不光是学的 你学的很像 这一点我认为 他们确实不够诚恳 这也是 整个的事件 仍然没有平息下去的原因之一 另外 国泰航空 他的整个的市场份额里面 中国市场份量是很重的 今天纽约时报 还专门登了一篇文章 就是国泰航空 在危机中挣扎 为什么 就算没这个事情 国泰航空的日子已经是非常难过 尤其是这几年 疫情导致了停飞 国泰航空关闭了他的子公司 叫港龙航空 国泰在澳大利亚 一个沙漠里面 放了70架飞机 解雇了5300名 驻香港的员工 随着香港 当时为了防疫 延长隔离时间 很多机组人员 不得不进入 为期三到四周的 闭环轮班 不能回家 因为连班倒 这样才能保证 航班能飞出去 当时对员工的士气 已经是非常大的打击了 那直到今年三月 国泰航空的客运的运力 才恢复到疫情前的50% 现在 在疫情已经基本结束 中国经济在复苏 尤其是和旅游相关的 消费这些行业 服务行业 复苏还挺快 这种时候国泰航空 你当然应该抓紧机会 让业绩提上了 是吧 国泰航空在疫情爆发前 飞往35个国家的 一般有19个目的地 其中包括中国的26个目的地 你看占了你全球目的地的 将近五分之一 那么 国泰航班的这些航班时间 确实对大陆乘客也比较方便 因为他们很多人可以 这个工作到香港以后 在香港转机 夜里在香港转机 那这样的话 上午或者下午 就能够赶到美国 或者欧洲很多的地方 票价也还可以 那这种情况下 国泰航空本来是有些优势的 但是 请问 这也是我特别不满的地方 最近几年以来 国泰航空在 刻意提高自己的 国语服务水平方面 到底做过什么 我没看到 听到这个节目的观众朋友 我也欢迎您提供一些具体案例 说国泰航空对 讲国语的乘客服务很重视 这些年采取了 ABCDE这些措施 目前我在网上没有 国泰也从来没讲过 有任何措施 能感受到的 仍然是国泰航空的 空乘人员 对中国大陆乘客 没有什么尊重 他们也没有 刻意的提高自己的国语水平 甚至 没有像其他纯粹欧美的航班 你比如像美联航啊 什么原来的西北航空啊 Delta啊 把美航空啊 我以前做这些航空公司的时候 还有欧洲飞中国的一些航班 他们为了服务好 从中国起飞的这些乘客啊 和国航和东航换乘 就是每期每次航班上 都有三两个 甚至三五个啊 国航或者东航的空姐在那服务 这样的话 中文就不成问题了 对吧 乘客也方便 那服务这个航空公司 也达到了提升或者保持自己比较高水准的服务品质的这样一个目标 但是 港龙航空还有现在的国泰航空 你们这么做过吗 反正当然我做国泰的航班有限 我没有见过在国泰航空上面 他们从国航 从东航换乘的空姐 都是要么就是纯粹讲英文 要么就是纯粹讲粤语 没有看到一个普通话讲的非常流利的国泰空城 所以在这一点上 你们国泰的管理层并没有采取切实的措施来提升自己的服务 但是这种情况下 那这些空姐原来他就只会讲英语 只会讲粤语 普通话说的 这个跟我讲法语的水平似的 非常是声拉应扯啊 那是这个咬牙确实才能说出几句了 还不低的 那作为个人 他有些时候 发发牢骚 甚至有些言语涉嫌歧视 他们的责任啊 远远不如那些管理层的责任的 所以我认为这次啊 国泰应该处理自己的管理层 他没有 给人感觉啊 十分不诚恳 当然 面对这一次舆论的风暴 他是有很多层面的 任何一次大的社会风波都有很多的层面 其中一种 我认为也不应该忽视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中国的官媒 还有中国的官方 刻意 允许 或者说 刻意鼓动 这一波 针对香港同胞的 这种 语言暴力 我看今天啊 叶刘淑仪 好像接受了这个 财新的转访 就是说 哎呀 国泰啊 做的确实不对 但是 内地个别网民 也不能反应过激 刻意的加深两地矛盾 那他说的 也是实际情况 因为这股风 如果搞下去 那真的是要 出大事 为什么 国泰航空的机组成员啊 现在只是空姐出事 实际上那些飞行员 机长 他们对讲普通话的 乘客的 这种可能存在的偏见 甚至歧视 可能更深 因为在反送中运动的时候 不是有很多的这个 例子都显示出来了 封锁香港机场 好多国泰航空机场的人员 把工 里面有很多啊 就是国泰的 这个空乘人员 甚至有很多就是飞行员 再加上现在 因为疫情的原因 经济不好 国泰砍掉了 他们飞行员40%的薪水 降薪降得很狠 这都是在 国泰内部 越演越烈的 管理层和员工之间 互相埋怨 互相不满意的 这个案例之一 飞行员这个行当 大家知道吗 一定得让他吃好 喝好 拿钱 拿得舒服 否则 心情不舒畅 甚至从不舒畅 发展到仇恨 将来会出大事 这事要多大有多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事确实应该降温了 但降温的前提 还是说解铃上须 系铃人 国泰航空应该更诚恳一点 那至于中国大陆 这些官方 网信办 调动网民的情绪 搞成这个样子 说实话 这是他们一贯的手法 看到这种情况 能做的就是 通过像叶刘淑仪 这种啊 大陆比较喜欢的政客 让他来为香港人发声 这样才能够让这些风波 逐渐的平息下去 否则会愈演愈烈 当然 大陆乘客 也有这个 虚伪的成分 为什么这么说 我告诉大家 我在内地乘飞机啊 有好多次看到 看有点不明白 明白以后 魔古从人 什么情况 你出机舱的时候 那些留着大骨子的 戴着这个白色圆帽子的 一看就是新疆人的那些乘客 他有自己一个单独的通道 我和我们一起走 给他放到一个单独的通道 有专门的人 对他们加强审查 哎呦 各种仪器 各种设备 武警 鹤枪实弹 检查他们 这事说白了 大陆人 讲普通话这些人 你看着 如果 示弱正常的话 你就不应该 过分的对香港人 对你这么做 吹毛求疵 你在香港 你在这个 大陆的飞机上 对 维吾尔人 对新疆的朋友 其实到这个程度 你们还示弱正常 这说实话 是十分不合适 我今天就这个话题 先闲聊这么一段 我可能还会做一集 就是我感觉 香港这个城市 这个陆港矛盾 大陆人和香港人 之间的矛盾 那到底呈现出一个 什么状态 是怎么来的 有哪些具体案例 说白了 比较偏颇的观点 或者说 只强调一方面的观点 是不可取的 香港 对 国语 讲普通话的这些 普通大陆人的歧视 那确实是真实存在 当然 还有它的理由 还有它的理由 好我们看到下一集再讲 欢迎您给 节目点赞 打赏 更欢迎您 在下方留言 讲讲您对这个问题 你怎么办 下期节目再见